那在淪陷區又是誰在解釋憲法呢? 共產黨在法律裡面 其實是沒有提出修改憲法的權利的 中共體制下黨跟國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全國人大常委也是不敢違抗中共中央的建議就是了 沒有!沒有!沒有! 通過!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牛哥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問題 讓我們先來看一看我們中華民國的情況吧 關於淪陷區誰在解釋憲法的這個問題 就讓我們先看看中華民國的視線是怎麼一回事吧 話說中華民國憲法在民國36年公佈並開始實施 根據憲法的規定 司法院裡面有一群超級厲害的大法官 他們負責解釋憲法 還要統一解釋法律跟命令的權利 這意味著大法官們是法律的最後解釋者 司法院是在民國37年成立的 而第一批大法官也是在這個時候正式上任 開始他們解釋憲法跟法律的職權 大法官們會開會討論決定憲法跟法律的解釋 這種會議一直持續到民國81年的第五屆大法官時期 在民國81年憲法進行了第二次徵修 這次的修訂非常重要 因為它增加了新的規定 如果有政黨危害中華民國的存在或是自由民主的憲政程序 那就是違憲 這樣的案件就需要司法院的大法官們組成憲法法庭來審理 這是個大變革 因為憲法法庭的成立讓大法官們的職責增加了 除了原本的職權以外還要維護憲政秩序 所以簡單來說大法官們不只是法律的守護者 他們還肩負著保護中華民國憲政秩序的重要任務 也包含了四憲確保國家的憲政體制運作順暢 我們先講完了中華民國 接下來我們來講輪憲區的概況 那在輪憲區又是誰在解釋憲法呢? 畢竟輪憲區不但宣稱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還強調憲法是黨跟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 黨就是共產黨 所以輪憲區的憲法第一條 就強調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制度 接著就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大白話就是 共產黨是領導工人跟農民階級 對輪憲區實施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並且可以對少數被認為敵視 或是威脅國家安全的人實行專政 共產黨在輪憲區的治理當中 具有最高的指導跟決策權 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能破壞這樣的社會主義制度 如果你做了那就是違憲 共產黨就可以領導工人跟農民 對你實行專門的政治打壓 好吧 憲法第一條就讓阿牛哥感覺好像只有中共 可以提出修憲 當然歷史上 輪憲區也只有共產黨修過憲法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聊聊中共的幾次修憲 話說1949年中共建政 9月輪憲區就因為沒有民意機構 所以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來通過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畢竟當時我們的蔣公屆時把當年的國大代表都帶來臺灣了 一直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這時才有了憲法制度 輪憲區現在施行的憲法是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 在1982年通過的 在這之後根據不同時期更需要在黨中央領導下 全國人大在1988年 1993年 1999年 2004年跟2018年先後五次對憲法進行了修改 對你沒聽錯這些都是在黨中央的領導之下對憲法來進行修改的 當然輪憲區根據憲法以及立法法修改憲法解釋憲法還是有具體程序的 憲法規定憲法解釋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來行使 在程序上需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常委會 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 或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提交憲法解釋申請 第二步又回到全國人大常委會下面的法律工作委員會 對提出的事件請求進行初步的審查 確定是不是真的需要解釋 需要的話就進行第三步 提交到全國人大常委會來進行討論跟審議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召開會議 對解釋方案進行討論跟表決 表決通過以後就會進到第四步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方案 需要得到常委會全體成員過半數的同意才能通過 之後通過的憲法解釋會進入到第五步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公佈才會具有法律效力 有沒有發現這整個過程都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手裡 而且還是只有共產黨內部的民主集中制來進行表決 說到這裡我們要回顧一下一段歷史 也就是中共法源依據的歷史 話說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只有解釋法律跟制定法律的權利 但是由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將近3000人 而且都不是專職的 也就是說他們不會經常開會 跟我們中華民國的立法院不一樣 全國人大實際上每年只會召開一次會議而已 會期大概只有三到五天 那很難想像這可以討論到什麼事情啊 為了讓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充分發揮它的作用 保證國家機器有效運轉 1955年的第一屆以及1959年的第二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 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行使立法權 制定單行法規跟修改法律職權 擴大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 緊接而來就到了文化大革命 那個時候政局混亂 人大常委會基本上處於停擺狀態 再加上當時廢除了國家主席 剛好委員長朱德跟第一副委員長董碧伍相繼去世 根據相關法規規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國民黨黨籍的宋慶林 成為法律意義上 輪陷區的第一位女性國家元首 也是國民黨在輪陷區裡面 目前唯一的國家元首想不到吧 輪陷區也有過國民黨的人執政過哦 只不過這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有興趣的話歡迎敲碗 1980年經過全國人大決定 正式成立了由葉劍英 宋慶林跟彭真主持 包括民主黨派 社會團體主要負責人 還有法學家在內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 負責修改訂定新憲法 在修憲討論的過程中 憲法修改委員會的秘書長 吳喬姆曾提出 要把全國人大代表的數量 減到1000人 在全國人大下面設立兩個院 各500人 讓全國人大成為常設機構 當時也有委員提出 效仿蘇聯設立聯盟院跟民族院的制度 按地區產生的代表組成一院 按行業界別的代表組成另一院 但是以鄧小平 還有葉劍英為首的反對者認為 如果兩家的意見不一致 協調起來非常麻煩 運作很困難 最終雙方則中 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的職權擴大 讓它成為常設的立法機關 有權制定絕大部分法律 審議應該由全國人大批准的法律 人大常委會就把解釋法律 以及制定法律的權利 給牢牢抓在手中了 當然也包括憲法 這也就是為什麼 當今聖善可以上次修改憲法的原因了 那他們具體來說 到底是怎麼做的呢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實務面 我們從當今聖善刪 刪除憲法裡面 國家主席連任不能超過兩屆的規定 這個例子很好的讓大家看到 中共到底是誰在解釋跟修改憲法 2017年9月29日 當今聖善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 決定啟動憲法修改的工作 對憲法適時做出必要的修改 讓自己可以無限期連任國家主席 這次的會議成立了憲法修改小組 由張德江擔任組長 栗戰書王滬寧同志擔任副組長 黨中央全國人大 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負責人 都必須要參加 根據黨中央對憲法修改的作戰部署 12月15日當今聖善主持 召開了黨外人士座談會 根據黨中央的安排 張德江也主持了四場座談會 分別聽取黨內、政府部門跟社會各界 對中央修憲草案的意見 但不知道有誰敢提出意見就是了 2018年1月18日 習近平為了不受任期的限制 他召集了共產黨中央黨部的委員 開黨內會議 在會議裡面通過了 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重點是他提出了 把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規定刪除 修改憲法的建議 就這樣在共產黨中央黨部決定了 像是戒嚴時期的老蔣 對待社會上的異議分子 不用證據也不用審判 在公文上寫槍決可也 然後他就死掉了 然後呢 然後他就死掉了 1月26日共產黨中央黨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 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對共產黨這邊就只能提出建議 因為共產黨在法律裡面 其實是沒有提出修改憲法的權利的 他只能通過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建議 讓全國人大常委會具體實施 但是你也知道的 在中共體制下 黨跟國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全國人大常委也是不敢違抗中共中央的建議就是了 全國人大常委接到建議以後 全國人大常委會馬不停蹄立刻擬定了憲法修正草案 以及提起審議的議案 在會議審議跟表決決定將憲法修正案草案 提請13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 這樣的速度 你覺得憲法修正案會有可能不通過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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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即使國內外輿論波瀾 全國人大還是在3月11日 以近乎全票通過修憲草案 正式參除國家政府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 前面我們有講到其實修憲是一個很攏長的過程 它需要有5個步驟 但是從2017年9月到2018年3月 中共只用了短短的半年的時間 就通過了這次的修改憲法 所以人大就會被外界認為一種橡皮圖章的感覺 全國人大雖然是以人民群眾代表最高權力機構 事實上的主導權還是在於黨 而人大作為立法機構為黨行使立法權的這件事 在2018年的修憲裡面也沒有遮遮掩掩 根據中共憲法的規定 修憲需要經過三分之二以上多數代表的通過 但在黨中央的領導之下 2980名全國人大代表的表決結果 幾乎都是通過 甚至常以高票通過 否決議案的情況少之又少 國際社會普遍根據這種情況 把中共全國人大跟他的常委會稱為橡皮圖章 所以淪陷區是誰在解釋憲法 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但如果立法跟解釋憲法的都是同一群人 這樣是不是有哪裡怪怪的呢 ? wardrobe 嗎? 嗎? seems